好啊,開始完事了 現在的汽車股也是一片,特別是175 說被人減遲,沒問題 最大那兩粒一起減,但減很少 十幾億,套現 二千多萬股,他們行使完option也不知道 那倒是,要帶點錢,幫老婆買一隻巨蟹都要 就是,我覺得這錢也沒問題 不過這個氣氛,大家自己一輩子會跌倒一點 那也好,反而我想找他,難得 地產股是穩妥的 你看看,這位置就是好位置,剛抽上來 剛抽上來,現在這個位置入就OK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的 始終最強都是他,沒得說 最強都是,你看這些 我仍然在越攻這隻,我堅定不移 越攻?那這些是沒問題的 你仍然是一個信心 即使脫歐多惡劣也好,除非英國人大舉移民 你少了人,因為他做的東西是說水、電信 全部公用的 你知道有人的地方 就沒問題的 就要用的了,對不對? 那你趁現在這個優勢 那你就慢慢的分數 你叫我一著讀贏 You never know what is the lowest point 那我就慢慢跟你玩月工 我玩了很久了,去年10月月工到現在 挺漂亮的,十月開始說 挺好 那我就一直這樣 我說不是多 我都跟朋友說 你有一千買一千,二千就是二千元 對,慢慢買 三千是三千,錢多一點 五千元好嗎? 那你當自己存個錢 可能會輸 我不是的,這個世界上永遠沒有人包生子 但是我唯一相信,除非你大舉移民 沒有,這個機會不大 其實脫歐反而是歐洲害怕的 英國反而沒有什麼 所以你說,如果只要有人的地方 他的服務是沒有的 你是要繼續用的,難度 你窮也不會不打電話 不上網 好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信報的每周港股 我是李婉盈 而身邊的就是中文證券香港研究部董事王偉豪 Hello,Rofy,你好 你好,Janice 今天就是Jackson放假 所以今天就是我代他 看到港股本來在三萬點裡 在增持 但是,說一說 下降到29,600 五年跌了 已經跌了連續五天 我真的覺得 咦咦 我自己在前兩天節目跟大家說 三萬點裡做中族不變 不過似乎那個中族真的可以上落 我似乎是想往下走的機會大些 因為在這盤路 都不幸言中 希望大家避免 但現在問題就是來到 我自己當時覺得第一站看了29,500 是 到了 那究竟現在這個位置 究竟可能要下降 還是要往下調整 機會大些呢 這個位置 你說稍為下降先 就有機會 但漏完之後 我覺得都可能再下降 其實不奇怪 因為始終 幾件事 一來始終 你看到這個月回來 在幾次三萬這些位 或三萬樓上 是明顯有阻力的 你看到是完全突破 也好 站不穩 很不實正 我想始終一來 就是年初至今回來 我想累計升的幅度是比較大 就是你由高低位計成五千點又多 而你說當中炒上來不斷說 一些譬如中美貿易的情況好轉 可能是美聯儲放假霸 內地A股又升又放水 對 所有東西都炒得七七八八 八八九九 而中美其實更加要再等 等到現在五月份 是否真的有協議 或是否真的見面 要再等 要看 而美國 究竟是美聯儲 究竟還會不會放假 我想要看下星期的議席 而且近期美股有這麼強 美國企業這麼好 經濟數據好像沒什麼 會不會突然間沒那麼假 其實這個也有可能性 而且A股更加是 明顯地先暴了 而內地更加不見 明顯地繼續放水 所以你見到剛才說的 大致上三大 即所謂豪方向 到今時今日就有些轉變 所以我想這些位置 稍微調整一些 其實是很合理的 而特別 剛才也說了 除了這個月來計 幾次三萬點 是突破不了 企不穩之外 其實大體上 過去的大半個月 都是大概 可能二十九千六 至三萬零三 這個區間 六七八點是上落的 你見到昨天來說 跌穿了二萬九千六 雖然今天就沒有馬上再射下去 但未真正叫回到這位樓上 而且始終以梁度的區間去看 如果真的跌穿二萬六千六 而梁風剛才說的六七八點 可能事發矮到二萬九 附近其實不奇怪 所以我想調整有這樣的機會 但大跌呢 我覺得任意主要是這麼負面的 所以我自己看著二萬九 做一個短期的一個支支潮 其實如果是這樣 其實都很 consistent 因為今年以來 實質的趨勢都是向上 沒錯 但其實中途都試過 三月都試過連續兩次 是有個比較大的調整 兩次都是一千點 剛剛 如果今次 我們這一層的反大上來 暫時就是上個月尾 三萬零二百八十是高位 沒錯 如果計算下來一千點左右 一千 二萬六千二 鬆一點點 二萬九 差不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 都很正常 很合理 其實不是負面的 所以我想是 休息 所以說真的 可能今年年頭 低位追了貨 可能這些位置 吃點壺才摸得OK 但其實整個世來講 又不是說 轉變到要清倉 像去年年尾那些負面的看法 我覺得未至於這樣 所以先借小調整一下 正如昨天我們EGMarkus 也跟大家分析過 其中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美元轉強 加上美元又轉強 加上又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消息 於是又多了借口 但是你說是否這麼快轉勢 我都覺得未是轉 當然 市況變化這麼快 也不可以 但現在要再看多些 才知道 究竟現在 暫時來說 都是安全的 因為正常的調整 既然是這樣 正正在調整的時候 可以做個功課 留定些什麼 我一直在追求的 就是 我記得我從去年年尾開始 叫投資者一直 叫網友一直留意到 現在就是本地利產股 難得本地利產股 在這一層 其實它也有些春光鴨 即是率先是最早回回來 但這個可以理解 他們很多是去年年底 開始反覆向上 到現在 升級很誇張 對 以一隻16號新比來說 真的在說 去年年尾低於100元 近期最高到83元 84元 141 141.1 升級了四成 你現在141.1 下回來 現在136 正正那個走勢 就是高位回下來 然後企穩向上 抽了一抽 這些我一向都說 如果你對於一些 心儀的股份 就比較理想一點 入市位的時候 譬如本地地產股 新地吧 新地真是本地產股最強 也率先企穩有少少辦法 這些剛剛在低位置抽一抽 是 本地地產股翻兜了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版塊 就 其實真的看得比較理想 就是 因為始終本身的基本面 我覺得 又沒有特別 很負面的因素 雖然去年年尾 今年年初 曾經大家擔心 今年的樓價可能會跌 會成 但是說真的 現在過了三個四個月 看回樓價還未升上來 似乎還是很硬正 就是很實在的因素 所以你看到 其實近期個別的大行 都已經開始 將他們對今年樓價的看法 就是本來年初 覺得今年會跌 可能5至10% 現在 按年升法一成 也有 明顯轉變了 所以基本面是不差 再加上 配合大的方向就是 息口 有先說過 就是美聯儲那邊 其實大家覺得 今年整體加息 預期性都降溫了很多 不要說是否先減息 至少也沒有機會再加進去 所以這也是對地產股 有正面因素 所以這些因素 一直都令地產股 反覆向上市 只不過 剛剛 過去一個月來計 很多地產股 因為之前衝得太急 做一些調整整股 但調整的幅度 就像剛才Janice說 例如16日的新鴻基為例 其實調整得挺漂亮的 而且 調整到50天線左右 又立即有個支持 打上來 這是很典型的中線看法 未改變 未差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這些股 可以去留意 但你要預算 給一些心理準備 就是他們不會很短線的爆升 即是你買來 可能中線是慢慢反覆向上升 我想這個辦法有這樣的機會 至於你說 如果本地地產股之中 我一向都在節目中說 我是比較簡單的 股價走勢 也告訴你 它調整的幅度是最小 亦是率先 暫時會穩的股份 但你看到其餘的 83號信志 12號行基地產 1113 行基地產也好些 每一個幅度都不大 但暫時還未站穩 但113 長實集團 暫時還未站穩 穿50天線之後 現在100天線 好像想上你穿 雖然我一向就強者越強 我一定是買強勢股的 rather than買落後股份 因為落後股份 這個策略 就一定要是市整個都很旺 第一陣由強勢股帶完之後 跟著落後股份才追上來 但現在簡單來說 還有暫時短線調整 是 那你就無謂這麼快 那些落後股份 還沒這麼快 我想還未去到落後股 甚至始終簡強勢股 就有它的安全性 因為始終它調整完之後 始終基本面是比較紮實 我想大家對它的股價 看法或者再追上去的意欲 都比較大 好 講完本地地產股 是 但內房股又適合另一個故事 是 近期來說內房股其實是追上來的 有些又彈了一點 但內房股大家值得留意 再不是以往那些一升 整個板塊一起升 是 現在是 分化一點 幾是賣樓賣得好才彈的 是 但其實內房股曾經彈過一陣 3月初的時候彈完一陣 但接著近期亦是回彈 3月初的時候彈過一陣 其實不是3月初 其實都是反覆上升 以6800中國海外為主 其實中國海外 都已經是 今年初開始都是反覆向上的走勢 當時的想法就是 以政府工作報告入面 今次真的對於 沒有什麼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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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調控 因為過去十幾年一直都很針對 這件事 就覺得 叫做放鬆一點點 還有再進一步說 因被制宜的內房政策 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少少鬆緊有道 令到大家覺得 本來 九年底的時候 內房股 由萬科打出 說要活下去 大家就覺得 什麼事 好像很害怕 今年曾經 對 但好像跟著沒什麼事 但你不要管 三月中開始 房股又在高位回落 是 又能不能過 這個版法 反而我覺得現在 我自己想不想 我覺得現在 可以考慮 就不是那麼吸引 那麼直播 因為有些機會 就是整個版法 雖然剛才說 個別都升跌 有些不同 但是普遍 其實大部分 都算是在高位 叫做復活 我覺得有些機會 就是會在這個高位 比較叫做發上發落 就是波動一些 那麼 方向不是那麼明顯 或者叫做 叫做 所以如果現在 選擇這個版法 我覺得就 風險可能是高一些 因為最主要來說 真的 年初至今 整個版法 反覆很多 類似性的幅度 不是少的 也挺多 因為最主要 跟大家原本的看法 和實質的情況 有個很大改變 很久很悲觀 去年年底很悲觀 放到很負面的變 那你今年回來 一來 Janesen說 你工作報告裡面 沒有提到 大家都覺得很厲害 還有你見到 之後 這幾個月回來 很多內房 他們的賣樓 其實都是比較不錯 還有 早一陣子 看到幾家的內房公司 他們發的一些新的票據 那個息率 比起去年 今年年頭 去年年尾發的 譬如票據 那些是低了很多 很可惜 對 那這些又是令到大家 會即時的看法 好像落冠很多 變成一擺 就令到 比較負面 放回一個比較落冠 所以那一刻 那個股價的回彈 反彈力 會比較驚人 所以你看到整個版塊 其實這一層是 升得比較多的反覆力 但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現在 不是那麼直播的主因 一來其實 整個內地的樓市政策 我覺得是沒有特別大改變 一來個別也是 因成施政 以來 其實大的方向 還是防住不炒 不會完全鬆 給你 所以我想到這些位置 其實就未算 那麼吸引 所以我覺得這麼反覆 這麼波動之下 現在沒有人入場 其實風險就比較大 反而都一樣 我會覺得 在之前 譬如今年年頭買下的那些 可能現在考慮吃一下壺 才會比較合適 反而不是趁現在回到的時候 是 因為我們一向內房 大部分人看的就是 688 109 這些 升得漂亮 其實好像是旭輝這些 884 但是旭輝真的升得漂亮 不過它升得很多 它是 人家是由9月開始 9月開始 2.8 開始升到3月中的6元 然後才回頭 即是一倍 2.8升到6元 升完一倍 然後現在大概是6.1 高位下回來5.2 都算很正常 這些不是很多人 就覺得 這麼漂亮的上升鬼 現在回頭下來 有些破壞了 是的 小時候有些改變了 所以這些我會比較審慎一點 內房股就反而不同本地地的拆股了 你覺得應該要 這個反而不要翻兜了 OK 好 接著另外 這陣子有很多朋友問 那些5G概念股又翻兜了沒有 哇 曾經何時是 棒棒升 還是大家很 那些5G概念股又翻兜了沒有 曾經何時是 棒棒升 由去年年底 切塔而已 就是由去年年底 在大家心灰意冷對的事的時候 但是5G概念股仍然是 表現理想的 但是接著 好像有些不對勁 開始 應該是說 剛剛調轉 除了鐵塔之外 有很多5G概念股 是 今年以來 大概今年 就有很多 股票升到棒棒的聲音 但是反而 除了鐵塔之外 很多5G概念股 反而就是由 大概今年以來 一直都是反覆下跌的 例如 552 中國通訊服務 已經是 它是由去年年中 大家的大市開始下跌的時候 它是華茲利一 是 一直在上的 是一直在上的 一直升到年尾 大家哭到 收不到聲的時候 蛤 它竟然上市高位 但是 當市反彈的時候 它竟然在2月開始 就 八個半 跌下來 現在六個半 是 5G概念股 之前也說 其實5G股是否有時間炒 就是概念 因為現在還未出 還未出 但是為什麼突然間 好像失去零 其實很認同 你說概念 還可以炒 因為前一天 你說5G都未真正 叫落地 或者未真正 商用 我想大家不會對 這些股份 這麼快 冷卻 冷卻 所以 反覆也會有追蹦的直迫性 但是很同意 就是你看到整個版本裡面 譬如除了鐵塔 其他大部分股 在今年年頭還可以的 1、2月還升得很多 但是到3月回來之後 很多都借小回多一點 我想最主要當時的主因 幾件事 一來就因為本身女性的幅度很大 譬如Janice這樣說 剛才552 你不要說今年年頭 其實去年年中開始 已經起步 其實升的幅度很誇張 很驚人 現上升那麼多 都要找一些所謂的藉口 就是所謂回一回 休息一休息 而剛好你說3月份 為什麼回來會有所謂的回調藉口 因為當時正在經歷去年的業績期 你看到很多間 不是他們的業績有問題 但是本身的電訊上 譬如中二棟、聯通、中電訊 他們公布去年業績的同時 亦說到今年的支撲開支的預算 其實看到特別當中涉及到5G那邊 其實是比預期少的 以為是大灑金閃 對 電視特別少 不是的 所以令大家覺得 是否炒過了籠 炒得誇張 所以那一刻令他們調整的幅度 比較大 但是正如剛才說 始終這個概念是暫時在而不死的 你看到調整完之後 總會有些資金佈下去 所以變相個別 像鐵塔來說 還是繼續破高位 我想如果現在這個板塊的部署 當然可以留意 因為整個看法不是特別頑 但是我想真的比較個別 我又未主要覺得整個板塊 每一隻都可以去炒 每一隻都可以去跟 我想是有些分化的 所以我想鐵塔就預計了是比較理想的 反而借著鐵塔 如果有機會這一陣可能回多一點 例如矮按兩元鬆一點的 可能才部署 我覺得這隻就中線來說比較安全 嗯 其實最近來說 看到有技術突破就是二百半 是 給壓力電子 其實他都告訴你 他自從突破了上升通道之後 現在暫時都在通道頂 那這些就可以繼續看著先 就是雜短期現在有些overboard 所以有些回套 但是都是那句 5G概念股現在就要 不要又是成板 對 就是剛才說 你通常是為何會成板上升 就是因為那個氣氛很好 因為去年開始炒5G概念 加上市又不好 沒有東西去選 然後華為又被人打到這樣 就覺得 好我們華為搞成這樣 應該要 怎樣出來就不是 所以我想暫時先看一看 不是成板都上 就一定是很旺 第一層強勢的去完之後 然後弱勢的才去跟上 那現在你想想5G概念 暫時休息一休息 就這些 不會是成板都上升 對 比較之後 我想個別一點 真的會看實際的基本因素 如果比較受惠得到的 所謂好的 那些可能才會在中線再向上市 所以剛才說 鐵塔 這個應該就不夠難 如果大家繼續做過中線的話 我想留意這個 但個別其他做短線的操作 會比較合適 不過我不是說今天跑進去 會心一點就有得想 為什麼呢 上星期尾的時候 鐵塔公司 是否好心做壞事 公佈了 他那些員工的股權激勵計劃 是 其實正常公司是會這樣的 設定一些指標 希望激勵員工努力 做好一點 沒錯 他就說 我現在設定了目標 要今年、明年、後年 未來三年 我們要達到的盈利增長目標 收益增長目標 以及Ebitda增長目標 設定完之後 本來就是 如果你們未來幾年做到的話 你們的員工激勵計劃的選擇就給你了 是 誰知道 你們的行家看完之後 是否這個增長目標 比我們預期低這麼多 合理的 我想原本是大家看得過份樂觀 又或者是這樣 你給員工的激勵 你是給員工的目標 你不要那麼高 其實也好 你變相以員工的角度來說 更容易去追 其實心理也不是很差 因為你的目標是為了激勵人 但你定了個天比高 定到天花板 大家都上不去 人家真的說 找人 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拒絕他的員工激勵 因為那個目標 以為就是公司 一定比較保守 對 一定是 然後 員工如果能夠達標 我又有額外的 bonus 沒錯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不是太差 只不過看到鐵塔利 看到早前去到2.3毫多 充量不高 我想現在做回借實的調整 對 所以有機會幫忙 我也同意 好 也開心 下午吃飯 也有網友 多謝支持 MOMO MOMO MOMO說很好 Enjoy 多謝你 多謝 Anders Anders 陳健輝 Hello 大家好 一邊吃飯找我們陪住也可以 是 我講完5G概念 不如講一下家電股 怎麼這樣 怎麼搞錯 家電股 好 為什麼不是這樣 之前就留了一份叫做 促進消費的 意見稿 徵求意見稿 對 那份意見 講明徵求意見稿 就是裡面 就講了 其實重點講了 汽車 家電 智能產品 家電就唯一一個 因為是徵求意見稿 應該不會有些很實在的措施 告訴你的大方 為什麼叫大家給意見 但唯一是家電就給了 一個實數 就是說 舊換新家電 最高是補貼800元 沒錯 以為不行 但誰知道 家電股沒有反應 不僅 還要跌 其實3月開始 家電股已經回了 之前就是回完之後 接著又彈 回完之後不彈 不僅只出現800元 出現8塊之後 還竟然再質疑 大家嫌少 是不是嫌少 我想又未至於是嫌少 但最主要來計 我想有幾件事 一來就是 政策的方向 由今年面頭回來 當法國會副主任 自己出來講話 當時已經講 今年會有汽車 有家電的刺激政策 到之後兩會 也看到有這些政策方向 不是說過 去到最新的Janice說的意見稿 亦都在這幾個方向有 沒錯 方向是會有 亦都真的會有 未來會有政策 會出來 某程度上 我想對家電版法 其實不是一件負面的事 至少有政策的幫助 其實對銷售面 都會有推動 以及前面電視那邊更加提及 超高清的方向 所以我想不是說差 但為何估計反而反而 近期會比較弱 我想有幾個因素 一來就是 你見到上個星期傳出完 這個意見稿之後 其實發覺 少少冷卻了大家 即是說到 正在聊天 正在研究 未是真正落地 或未真正出來 所以那天 也令大家 可能覺得有個不確定的地方 而以來 其實剛才說很久 就是年頭回來 不斷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聲音 在說這些政策 因為當時大家擔心 就有個經濟不行 才有這些政策出來 去支持經濟 去刺激經濟 但如果你看回 剛剛出的一些 內地數據 即第一句GDP PMI 所有大部分的數據 突然間又不太差 這會令大家覺得 是否沒有上中 這麼頑皮的經濟 所以轉一轉 政策是否不需要 這麼急出來 可能會給預期遲些 不是不出 但會退遲些 所以令到這些股份 個案炒得這麼急之後 我想現在就 先回歸現實 所以令股價 做調整 所以我想看法不是很頑皮 但現在這些位置 就不算那麼適合去買 可能等它慢慢調整完之後 你見到它們的勢 可能打回底 或者 站穩定一點 才部署會好一點 現在似乎個別 還是一個下行的趨勢 對呀 特別以169可以電器 直接跌穿上 它的上升通道底部 即是告訴你 它的技術走勢 轉弱 跌下來的股份 就不要 接貨盤 我們一向就說 買貨是什麼時候 扣回完之後 接著在底位 打回底 慢慢好像咬一咬 對呀 開始抽一抽 接著那一刻你才進一注 會安全一點 對呀 不然它跌 難得跌我來買 那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跌定 譬如你昨天留下 其實今天再跌 又可能要捱一捱 即是你覺得 汽車股的看法也一樣 汽車股 又要等它整股一下 我想當然也一樣 其實政策 剛才也說了 預料是會出來的 但問題又是過時間 可能現在又是給大家預期 再推遲一些 所以令到這堆股份 甚至乎你見到吉利 剛剛前幾天又傳 即是說股管是減辭 所以令到氣氛即時轉弱了一點點 不是傳 新報 是真的 不是傳 但我想說的意思是 我覺得他們的減辭 又不等於他們真的看淡公司 一來他們減辭的量 其實不是多的 即是貨量 甚至乎牽涉到近期 吉利本身 有一些很早年發立的行駛 但那些行駛價是 四元邊 兩個多 說實話 現在十幾元 我也要賺一點 這個動作很合理 所以我覺得又不是完全看淡 但明顯令到板塊的氣氛弱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 汽車股可能短期也會再回心一點點 實在一點 說一下三寶 700 2318 1299 700 很硬 仍然硬 380元 但238平寶 現在已經落到20天線 是一個想像地穿的款 這次上升一直很穩定 今年以來都是沿著20天線 未跌穿過 但已經有一點跌穿的意味 是 正常的 始終我想平寶 又很難說 這一刻和騰訊一起做比較 始終平寶就牽涉近期比較弱一點的一個因素 我想都是A股 因為它本身一來股價 年頭資金升了很多 而當中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A股 喊第一季做得很好 但A股到這一刻 其實明顯地是弱一點的 動力 甚至乎剛才也說了 你原本預期那些 可能很大規模的放水 不論你說預期是降準 那些所有東西 現在就沒有了 而且都只是做定向的 例如MLF這些 比較個別去調節一點 我想變相令大家對A股炒作 這刻又剩下一點 而且至於這麼多監管機構 官媒都發聲 又說到場合配支 又令整個市場降溫 所以當A股你見到近期 特別上證 都回得比較多 自然你說當A股一回 內險股一定是 首當期充是 借勢股 下來的 所以我想平保很正常 要回 但當然基本面 其實它是很好 我覺得這隻又不擔心 但如果現在要選擇 那個部署位 大概是90元 樓下 我覺得有機會穿這些位 我想穿這些位 樓下才部署下 其實中線又不太擔心 另外有 強禄 又說 Connie Leung 強禄正正就是想問問 70000騰訊 說見他難得回了少少 想再入 即是他賺過錢 應該又開心 賺過錢 現在想翻兜 騰訊 我覺得和大市的走勢很相關 很相近 所以不用急著 我們的看法 剛才的市場起碼可能是2萬9 騰訊也可能下多10萬8元 其實不奇怪 我想這個就真的不用這麼心急去買 而且始終 騰訊就更加比市場更多 因為其實不要說去年年尾的 251個低位 其實你今年年頭的低位 它是300元 其實之前最高到400元 鬆一點 其實升了100元 年內內 其實升的幅度是三成 比市場更多 所以你說這下 他真的腳軟一點 回回一點 我想很合理 還有你當中炒的一些因素 不論遊戲批號 復批等等 是可以正面的 但股價我想都反映了 而且始終這堆的遊戲審批 復批 都是那個問題 就不是很賺錢的遊戲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一定是 自己一批也是很抑制 很健康的 所以很難說 令到股價馬上衝 而且始終400元以上 我想過阻力 或者某部分的蟹貨都多 所以我覺得就比較難衝 所以如果真的要部署的話 真的要等低一點 我看有沒有機會 試可能370元左右 才做一個吸納 其實我覺得會OK一點 好的 好了 阿King對這裏 問一下Ravi 你有沒有持有 剛才提過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好的 謝謝 如果歡迎大家 下星期 每週港會再見面 不過就是Jackson 我下星期四點半 到EJMarcus 和大家見面 拜拜